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言曰 这个是我们孔老夫子他更深入的来解释《易经》的昆卦的挂词还有遥词 六根遥的遥词 他解释的更详尽 更精辟 文言曰 这个文言讲的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 文言曰 昆自柔而动也刚 自敬而得方 厚得主而有偿 含万物而化光 这是讲这个昆虽然是自柔 这个前卦是自柔 前卦是阳刚的 而昆虽呢就是所有卦里面最柔的 最柔顺的 他是自阴自柔 自阴自柔 所以前卦是自阳自刚 这两个极端 一个代表天 一个代表地 但是呢 他虽然柔 可是动也刚 叫做什么呢 叫做内柔外刚 因为柔 所以怎么样呢 柔能克刚 以柔克刚 所以柔软到极点了以后呢 就变得无坚不吹 就变得无坚不吹 所以说自柔而动也刚 真的行动起来以后呢 没有人能够抵挡 这叫做柔弱胜刚强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柔弱 我们要学习这个昆的这种柔弱 顺从 柔顺 然后呢 不要以为这样就被人家什么 扔头清滚 事实上呢 他最后可以战胜一切的刚强 所以叫做自柔而动也刚 就像滴水可以穿石一样 这个水最柔软啊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它 因为它的柔软度 所以它变得说无孔不入 你如果太刚强的话呢 你就变得受到你的刚强的限制 有很多人你不能去交往 很多事情你不能去承担 但是像水这么柔软 对不对 什么地方它都可以进得去 只要有缝它就进去了 那我们在人世间的这种 所谓说人世的丛林里面 如果硬碰硬的话呢 哇 格格不入 什么叫格格不入 连夫妻都格格不入 但是你如果柔软到什么 无形无相的时候 那就可以无孔不入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自柔而动也刚 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到它柔的那一面 要看到它的无坚不吹的那种 刚强的这一面 可以战胜一切刚强 要动也刚 自敬而得方 这个坤是非常安静的 就好像大地一样 大地不能动 大地是安静的 大地动就要得当 得当那就不好了 地一动的话呢 就万物不得安宁了 所以说要自敬 自敬而得方 但是坤 这个大地它是有大德的 我说天地之大德 天地都是大德 那它的德是什么呢 它的大德就是能够续养万物 它有这个大德 所以叫自敬而得方 所以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 什么话都不说 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像大地安安静静在那里 但是有那种量 那个大地有那个量 有那个容量 可以续养万物 可以包容万物还可以养它 不只是包容它还可以养它 那我们的心就要效法这个 昆卦 所以我们常讲说 心地心地 我们有没有讲心天 没有 心地 性天 天性 所以这个性是属天的 但是心要像地一样 你说这个人心地善良 对不对 这心就要像大地一样 心地这两个字就把心讲完了 就是要大 像大地一样 能容 容纳 续养万物 所以要自敬而得方 然后呢 昆之德就是这样 安安静静的 不会一天到晚 动作很多 话很多 安安静静的 可是呢 他这个大德可以续养万物 后得主而有偿 这后得主是讲前面这个本卦里面讲的 就是所谓这个 先迷失道 后顺得偿 这叫后得主而有偿 就是我们一般众生呢 就会迷失嘛 迷失本性 在这个大地上行走 迷失本性 失去了自己的大德 这种续养万物的大德 也失去了这种柔络生刚强 这种天性 我们身体都柔软度很够的 所以人之收 叫什么 人之生也柔软 死也刚强 死也坚强 人死的时候顶翘翘 死也坚强 硬邦邦的 但是道秦就不同 道秦死还是很柔软的 那是因为有道 有得偿 后得主 那一般众生就是这样 他是走向这种 外表刚强 走向这种 这种强硬 硬碰硬 不晓得以柔胜刚 而且也失去了那种大德 那种包容续养万物的大德 所以迷失了 为什么迷失呢 追明逐利去了 迷失 所以后来会得主 后来终于又得回自己的主人 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以后得主而有偿 什么是你的主人呢 就是要找到那个永恒的东西 不要追求无偿的东西 世间的名利都是无偿 龙华富贵都是无偿的 只有无极老母 只有无极礼天 只有我们的真如本性 这个呢 是永恒的 这个是你的主人 你要找到这个东西 要获得这个东西 要后得主而有偿 所以我们大地上面 所有的这些神子 所以各方城隍来对号 所有这些城隍土地 我们都是跟他们求福 却不晓得他们这些神明 他们所得到的天命 都是要护导我们 回来得到本性 回来回归所谓的长生不老天 永恒的东西 要寻找永恒的东西 含万物而化光 包容万物叫含万物 就是这个大地嘛 它包容万物 而且可以化光 可以把这些万物呢 最后的目的要把它化为光明 因为万物都是有形有相的 而光代表的就是什么 浩然正气 道气 佛光 我们都要化成这个佛光 化成光明 变化成为光明 含万物而化光 所以任何经过大地之路 你像那个树 对不对 大地长出来的树 和塑胶的树就不同 就有放出那种光明 生命的光明 那种能量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人也要有光明 然后在世的时候 我们要放光 那有一天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你就完全变成光明 不是消失了 变成光明 而我们人活的时候 你最后人活着 你们有没有看过尸体 尸体就失去光泽 有没有 你不用看尸体的 看那个死鸡死鸭 是不是就没有光泽 对不对 失去那个光泽 或者树 枯搞掉了 草 任何一根草 一个花拔起来没多久以后 它就失去那个光明 所以那是光明本来附在 任何东西 任何的万物 只要有这个光 附在上面的时候 它就生机勃勃 这光离开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是含万物而化光 所以这个 这个昆之德就是这样 包含万物 而且要让它化为光明 那我们 我们的心地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呢 包容万物 希望普度众生 而且是要让它变成光明 化为 就像大地一样 让所有的树都放出光明 所有的生命 经过大地的滋养都放出光明 所以昆道其顺服 成天而实行 所以昆道 昆之道啊 就是要顺 昆道其顺服 当然这个不是讲女生 我们说昆道 这个昆道不是狭隘的说 这都是女生 叫昆道 这边就像讲昆 就是大地之道 大地之道什么 就是顺 逆来顺受 顺来顺受 逆来也顺受 什么东西来 我都能够柔顺的接受 叫昆道其顺服 成天而实行 所以成顺天命 因为这个顺 顺成天命 这叫顺成天命 就是柔顺的接受天命 大地是最接受天命的 上天天生 上天生出万物出来 我就负责给他养 叫天生地养 对不对 我就负责养 不谈条件的 我就负责养 就长养万物 天生万物 地养万物 所以叫成天 成顺天命 成天而实行 这个讲的也是很科学 就是你不要认为 这个地只是安静的 不动的 他说事实上 它随时都在行动之中 因为这个地都在运转 对不对 在轨道里面 除了自转还会公转 所以这个地看起来是不动的 事实上永远没有停止过 地球如果停止转动的话 那就完了 就变陨石了 所以它永远都在两种转 一种是自己不断的转 24小时的转 另外一种就是绕着太阳转 对不对 那我的太阳转 一边自转 一边公转 就这样子一直转个不停 转个不停 所以成天而实行 它这边写成行 就行行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这个大地 看起来安安静静的 没有情绪 安静静的好像它没有情绪 可是事实上它是运行不息的 所以我们不能偷懒怠惰 大地是运行不息的 不能停止的 一停止下来就崩解 所以我们人越动 身体就是地球 灵性就是天 你的灵性就是天 你的身体就是地 那身体就是要运转不息才行 运转不息 不要说好意勿劳 现在人就路来路难兮 越来越懒惰 却不晓得 能不动就不动 却不晓得只有动 才可以跟大地会合 才可以跟大地合一 天人合一 天地人三才一体 所以叫成天而实行 实行 好 再来就讲这个六窑之洞 再重复的讲一遍 上次我们已经有讲过六根窑 那今天会讲得更仔细一点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羊 就是积善之家要累积小善 所以日行一善 累积小善 一个家庭呢 所以积善 善不积 不足以 我记得《译传》里面有讲到这个 善不积不足以扬名 没关系 可能是讲另外一个谣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所以余庆是什么呢 就是会地隐 地隐 阴辟子孙 就会留下这个胡庆 这个庆就讲胡庆 就是胡报 大胡报 胡庆 大胡约庆 小胡就是胡 有大的胡报呢 就叫庆 值得庆祝的 叫庆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非但这辈子 家和万事兴 甚至呢 子孙代代相传 所以积善之家 那行什么善呢 财师法师无畏师 像我们在道场里面行功了愿 渡人半道 哇 这是最好的 救人的性命啊 救人的灵性啊 比救人的生命啊 我们说救人一命 可以胜造七级浮渡啊 比修桥铺路啦 盖庙啦 那个功德还要大 救人的生命就这样子也如此 救人的灵性上天堂 那功德更大 功德更大 所以说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相反的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庆啊 你一天到晚就是造十恶的 杀盗淫贪生吃 两舌恶口 这个妄语 其语 这个都是叫逼积不善之家 你不要以为随便乱讲话没有关系 大部分人现在业障啊 都是叫他去杀生偷盗邪淫 其实现在做这种事情也很多啦 光吃素就杀生 光吃肉就杀生杀不完 然后偷盗是比较不敢 但是偷鸡摸狗啦 赚不该赚的钱 这也算是偷盗 不义之财这算偷盗 然后邪淫 现在你看这种 在这个 夫妻关系之外 发展乱七八糟的这种男女关系的事情 越来越多 这就是邪淫 那这个越来越多 但比例没有那么大 大部分都是嘴巴造业 非常可怕 口罩业 这口罩业呢 必有余秧 就非但会损福报啊 没有这种福庆啊 不要说大福来 小福都没有 小福都没有 现在人就喜欢赚钱 但嘴巴又喜欢乱讲 我们说口能生财啊 如果口德不好的人啊 就会损财 损福 最后呢还会有余秧 还会有余秧 所以特别要谨慎守住那个嘴啊 那种疾病啊 贫穷啊 都是嘴巴没守好 东讲西讲啊 就流失光 流失光也就算了 还有摘秧 鸡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臣逝其君 只逝其父啊 会一朝一夕之故 像这么可怕的大事 臣把自己的 这个国王杀死了 儿子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亲 所以一朝一夕之故 这个不是一天 一个白天 一个晚上就会形成的 其所由来者见一样 会有这么惨的事情发生啊 像现在这种谋财害命啊 甚至前一阵子不是讲 哥哥把妹妹杀了 为了要领这个保险费 还有什么 女儿把妈妈杀掉 领保险费 还把婆婆也杀掉 最后还把老公也杀掉 都是为了领保险费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这都是这两年才发生啊 这很可怕的啊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啊 其所由来者见一样 一开始都是一念之差而已啊 就是贪心嘛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都是贪嘛 臣逝其君 就是 争的是权 只逝其父 那像刚刚讲的女儿杀掉妈妈 真的是利 对不对 不管是争权利啊 权还是利 一开始只是一个贪而已 是贪财嘛 追求权利 所以这个贪心而已 所以一个贪心 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斗争 一个称恨心 怨恨的心 一个贪心 一个怨恨的心 你没有把它化掉 由辩之不早辩也 你没有提早去把它辨识清楚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贪心最后结果 不要以为自己想想就好了 或者嘴巴说说就好了 这个怨恨的心也是一样 称恨心 它慢慢发展 慢慢发展 就冰天雪地啊 所以说一月屡霜兼兵制啊 才到霜就知道 坚硬的冰雪 化不掉的冰雪就会来了 你说冰雪到了夏天会化掉 但是有的人的冰雪永远化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是南北极 南极北极啊 叫做万古悬兵啊 几万年都化不了 现在那个里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贪得太严重 你恨得太严重 你的贪心和你的怨恨心啊 太深了 化不掉了 一个人如果说 到死还在怨恨 这就是千古悬兵 这个到下辈子呢 还会纠缠不休 非常可怕了 或获言子孙啊 而且害自己 陷入这个 这个这个 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这是 屡霜兼兵制 盖言顺也啊 这告诉我们就是说 顺着这个理下去啊 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阴气啊 一直 一直累阴气没有化掉不行 阴一开始只是气 还不是行 是一个气 这个气呢 就是无形的阴气 就好像我们无形的恶念一样 变成嘴巴说出来还是气 是口气 口说出来还是一个气 但是口呢 说来这个变成 介于无形和有形之间 因为发作声音了 嘴巴说出来已经有声音了 有声音还是无形 声音是无形的东西啊 它是音频 但到最后呢 就形成有形有相的东西了 就是罪业 罪业就发生了 罪业发生以后就很难化解 因为带到下辈子去 非常可怕 也会把这个灾祸 延续给你的家庭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所以这是第一根谣 我们特别要提醒自己的 不要以为自己乱想乱说就好了 最后呢就会乱做一通 失控 昨天才有一位道亲 交了个男朋友 交了个男朋友呢 看起来就流里流气 但那也没做什么不好的 就一股流气 一股邪气 然后就 当然家里面都反对嘛 那他就瞒着家里跟他交往 就说没有 都没有这个什么 都没有交往了 结果昨天后学就看到他了 前天啊 前天看到他 怎么他身上有一股 亲口如素的道亲啊 在读大学 怎么身上有一股那个阴气啊 一股阴气在那里 我说你一定跟这个男生有暗中交往 你不要骗我 他说有有 他承认 我说这个男生就是属于放纵自己 虽然还年轻啊 不敢做什么坏事 没有机会做什么坏事 但是那种嘴巴啦 念头啦 什么恶念啊 恶口都会出来的 我说这个人 我告诉你 他现在已经开始会撞邪了 听完事你怎么知道 他身上被鬼压耶 身上堵到鬼耶 你怎么会知道 看不见就知道啊 那个气已经出来了 那个邪气阴气已经出来了 我说撞邪没关系 就怕中邪 撞邪久以后 一中邪以后身不由主耶 对不对 变成那种魔鬼借刀杀人的凶器啊 像那个谢一涵就是这种的 对不对 他中了邪 他身不由主就把他两个人杀了 那怎么那么笨呢 去杀那两个人 杀了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他不要杀他们 留得慢慢骗多好啊 根本不是那么想的 失去理智突然间就中邪了 很可怕的 这就是所谓的 就是放纵自己去想那些阴谋诡计啊 怎么样骗人啊 怎么样装乖啦 装可怜啦 最后就中邪了 生不久 所以有时候有些杀人犯就这样 那怎么会 聪明一事糊涂一时啊 这个中邪了 这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不要真的不要放纵自己啊 一不小心就中了邪了 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大错已经铸成了 所以这个魔鬼随时随地呢就要选择啊 就在找啊 就像先佛在找原人一样啊 魔鬼也在找原人啊 也在找他的有缘人啊 他就要看你那种完全放纵自己的 很多修很多人啊 我不要去做坏事就好了 我乱说乱想 尤其嘴巴乱讲一通 什么难听的话 什么是是非非啊 什么都讲 夫妻吵架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 这个最后会中邪的 要小心一点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这就是所谓的铝双兵制啊 大家千万要把自己的心守好 把自己的嘴巴守好 因为看过太多这种例子了 好 再来看第二根窑啊 看孔老夫子怎么解释 第二根窑他的本 这个周公所系的词是 职方大不习无不立嘛 对吧 那就看看我们孔老夫子 怎么解释这个职方大 他说职其正也 方其意也 他说这个职 所谓内职外方 敬以职内 意以方外 他说职就是心正嘛 心正 内心要正 那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正啊 我们的心很正啊 可是正是有条件的 大学里面讲啊 有所奋涕 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 不得其正 有所 好乐 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 不得其正 是不是 那你要问你有没有这个 你会不会怨恨呢 奋涕就是奋恨的意思啊 奋志啦 不是那个字不念 涕 奋志 奋志的意思就是奋恨的意思 你会不会奋恨呢 心中有没有怨恨呢 有的话 不得其正 只有没有直 没有直啦 心就不直 心就完完翘翘了 你会不会恐惧 其实脾气越坏的 怨恨越重的人越恐惧 我们台湾人讲的 欧人没大 脾气很坏的人 胆子特别小 所以像那种 这种人很容易被吓到啊 那种脾气坏的人 那种很暴力的人 很容易被吓到 所以像这种人啊 那种凶徒啊 他很容易被吓到 吓到以后就恼羞成怒 我们人们说 建设 当时 所以你像那种 那种车子在前面开 乱开啊 然后你把它按一下喇叭 他吓死了 他一下他就生气 就下车要来砍人 他会非常愤怒 所以我能够了解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他们很没胆 就非常愤怒 就被吓到 很容易被吓到 所以这个有所分治啦 有所恐惧啦 有所好乐 就会有所忧患 你喜欢追求什么 非此不乐的 没有得到就不快乐的 那你就会担心 你得不到他 所以有所忧患 所以这个呢 都是不得其政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政呢 静以之内 注意啊 君子静以之内 意以方外 就是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政 把这些所谓的愤恨啊 欲望啊 恐惧啊 忧患啊 都化掉 就是要静 要长存恭敬心 长存恭敬心 要常常呢 五影三前对合同 长存恭敬心 要静 常常存恭敬心 不敢胡思乱想 不敢放纵自己说 求其放心 把心收回来 恭恭敬敬的 就算没有做这个动作 心还是这样 还能够守护不思 这要静以之内 这时候你心就直了 要不然我们的心呢 很容易心就跑到 怨恨里面去了 跑到 这个 欲望里面去了 跑到恐惧里面去了 跑到担忧里面去了 大概人就这四种情绪嘛 不是害怕 就是担忧 要不然就是怨恨 生气 要不然就是欲望 那就不止了 心就不止了 就专到那里去了 最要敬 恭敬 做什么事情 都要全心全意 叫恭敬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实而不知其味 心要永远能够放在这里 做什么事情都放在这里 听客 对不对 专注的听 这叫敬 半道 全心全意的半道 这叫敬 献香 全心全意的献香 这叫敬 打扫 全心全意的打扫 叫敬 工作的时候 全心全意的工作 这叫敬 我们常讲说敬业嘛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个很好的员工 就是敬业 敬业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 做任何事情都敬 就是全心全意 这叫敬以之内 敬以之内 就是心里常常保持这种恭敬心 让自己的心保持在这个恭敬的状态 你不晓得什么叫正 因为我就不正啊 我就是有这些贪心啊 怨恨啊 这些东西 恐惧啊 那你只要一静 这些就化掉了 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情绪出来 就赶快回光返照 一定不要纵容自己 活在这种情绪里面 活在你的怨恨欲望里面 活在你的担忧恐惧里面 不要纵容自己 有这种不好的情绪出来 说赶快要把它化掉 怎么化掉呢 就是用这个敬 你恭敬的念一句活都可以化掉 你恭敬的现意炷香 恭敬的扣个手都可以化掉 恭恭敬敬的 把那个迷热救苦真经拿出来 恭恭敬敬的念一遍 就可以化掉 化掉这些东西 像后学那边 有位道卿 他也在读大学 他就说他 有一个好习惯 每天都会念一遍的迷热救苦经 这是很好的习惯 但是后来最近这半年 他都没有念了 没有念他就觉得心神不宁 他也不晓得是这个原因 他不晓得那个迷热救苦经那么好 那么重要 他养成习惯了 就每天念嘛 也不当一回事 后来突然间不念了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可是一天不念没关系 两天三天四天 最后就糟糕了 心神不宁 出出碰壁 做什么事都不顺利 到最后还会卡到阴 住在学校宿舍里面还会卡到阴 被鬼压了等等的 什么都不顺利 结果有一天他就做梦 梦见 被业障 变成魔鬼 被冤芡掐脖子 他就挣脱了 当然是做梦 他就逃 那个冤芡就追着他跑 追着他跑 他就跑到一个房间 他冲进去 发现他爸爸在那里 他又跟他爸爸讲说怎么办 他爸爸就拿了一本书给他 他一看迷了救苦经 就醒过来 他醒过来以后呢 他就又开始每天念 就完全好了 就不会再陷入那样子一种 哇 一大堆刚刚讲的那些 就很混乱 各种情绪都有担忧 恐惧 怨恨 生气 欲望 统统都把他包困住了 就没办法静矣之内了 他不过是每天 恭恭敬敬地念一遍的 迷了救苦经 就可以让自己呢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心灵品质就会提升 所以这个静矣之内 意以方外 除了心灵以外 还有我们的行为啊 我们的行为呢 什么样子才叫做方正 我们像以前啊 以前举方正 以前汉朝的时候 没有科举制度啊 都是地方的这些父老 推举方正之人 方正之士 所以举方正贤良 出来做官的 所以这个方正呢 讲的就是 意以方外 什么样的人叫做方正君子呢 因为他做的事都是什么 都是公义啊 不是施力啊 他不是那种伪君子啊 装得道貌岸然的 你看他做事都是牺牲奉献的 都是为国为民谋福利的 不是一天到晚自私自利 要去追求自己 赢一己之师啊 不是 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 意以方外 意以方外 这就是内直外方 内敬外义 内敬外义 因此敬意利而得不顾 一个人能够恭恭敬敬的 自己的心 永远保持这种恭敬心 不会说一不小心 像很多人 随时那个脸上就会看得出来 他掉到情绪里面去了 他在害怕 你在害怕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你在生气什么 你在贪求什么 都看得出来 没有恭敬心啊 都看得出来 要随时保持那种恭敬心 那种好像在献香 好像在 所以后学常常鼓励道卿要 参与半道就这样 就发现呢 参与半道在半道行列里面 尤其是点道半道的时候 你只要参与 还不一定说有机会去排班 只要参与在旁边啊 我们旁观者卿 后学半道办了20年了 就那个道卿只要常常参与半道啊 画得很快 他那个席啊 画得很快 尤其是从 这个求道到清口这个过程 没有参与半道啊 根基再好 头脑再好 学历再高 多少年都跨不过这个门槛 因为参与半道 只要参与半道啊 献香叩手都学会了 不管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机会上去直理 但是呢 他只要参与 常常参与的 从求道到清口 这个门槛很快就过去了 再从清口啊 再跨越到所谓贤良方正 跨越到贤良方正 跨越到这种牺牲奉献 行功了愿 都很快 所以这个 义以方外 这个非常重要 敬义立而得不孤啊 就是内心呢 常常保持恭敬心 然后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行功了愿 义就是行功了愿啊 牺牲奉献啊 这种人呢 得不孤啊 他不会孤独 这是有德之人 不会孤独的 一定天人相助啊 一定天神啊 都会来庇佑你 一定所有的善良君子呢 都会跟你在一起 这种人谁不喜欢呢 连小人都喜欢这种人 小人当然喜欢牺牲奉献的人啊 当然喜欢心灵品质好的人啊 他也可以跟这种人在一起 他就占尽便宜啦 是不是 不管是内心啊 还是外在 都得到这种人的庇佑啦 奉献啦 保佑 保护啦 所以不要说是 君子喜欢这种人 连小人都喜欢这种人 所以说净义利而得不孤啊 所以叫大 那这个净汉义 这个不习无不利嘛 职方大不习无不利 根本不用学习 你没有一技之长 一样无往不利 一样无往不利 不习无不利 为什么呢 不宜其所行 先佛菩萨也不会怀疑你 众生也不会怀疑你 这个人相处起来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好 除了感觉 感觉是因为你有恭敬心 一般人为什么让人感觉不好 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人 你一看到他心情就很好 对不对 还有一种人 你一看到他心情就很坏 我一见你变讨厌 再见你更伤心 看过也怕白的 那就是心灵品质太差了嘛 因为他永远在那种恶念之中 永远在那种怨恨 担忧 恐惧 所以你看到他就难受 所以后学那边有一位道心之医生 他说那个病人 他那个听诊器 他觉得当医生好可怕 虽然赚钱很多 但是玩命的 听诊器只要碰上去 好像触电一样弹回来 像中毒一样 因为情绪太大 生病嘛 有时候是生病造成情绪 情绪造成生病 恶性循环 所以那种病得很重的 他说根本不用看 不用看诊 听诊器碰上去就知道了 就知道病得很重了 所以这个不宜其所行 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当所有人都不怀疑你 先佛菩萨也不怀疑 现在先佛菩萨我们看不到 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你 都很认同你 支持你 相信你 这就表示你已经是 直方大 不惜无不利了 你这种人一定成功的 一定成功的 不惜无不利 你就算没有知识学问 你一个字都不认识一样 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没有一记之长 一个字都不认识一样 无往不利 因为德性太好了 又肯牺牲奉献 像佛菩萨的前人就说 你在台中台北办到这么多年 有没有好的人才 推荐一个来 代表 比方说这个地区有哪个人才可以代表 那佛菩萨就想 我到佛菩萨到台中来办到 到底是谁比较优秀 这个各行各业都有 最后想了半天 就想到有一位道卿 这位道卿口才也不好 也没有学历 只有高中而已 然后能力也不强 可是我仔细一想 所有的亲口道卿 几乎都是他成全出来的 几乎都跟他有关 都是他成全出来的 所有的坛主 在台中这边 所有的坛主 仔细想一想 好像都是他的后学 所以这要不惜无不利 平常不会特别注意 仔细去想才发现 这种人就是敬意 就仔细去想 原来这个人平常没有任何的情绪 就常常心都保持恭敬 然后后学的第一个半道班底就是他 第一个直理就是他 然后所有的这些 这些活归礼节 大部分都是他调教出来的 非常的谦卑 公顺 所以虽然没有口才 没有人才 但是呢 所有人才都他成全出来的 然后都牺牲奉献 不断的牺牲奉献 所以这个就是 不习无不利 不宜其所行 道场就是有这种人 才可以成就道场 所有道场都有这种道气 都不是 成就道场的都是 开化一方的都是这种人 所以不管是在哪里办道 道场只要出现这种 所谓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的 就算一无所长 都可以大 都可以得不孤 都可以开化一方 所以我们要成全道心的时候 也要找到这种人 不要光看他的 哇 事业成不成功 学业成不成功 不要看这个 口才好不好 人才好不好 不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 敬汉意 这两点 看他有没有 贪心啊 怨恨啊 担忧啊 恐惧 这些一大堆情绪 然后看他有没有 牺牲奉献的精神 行为不只是精神 做什么事都想到公家 没有想到自己的 这个就可以 不习无不利 就可以无往不利 好 第三根谣 第三谣的 我们看看周公怎么讲 寒章可真 祸从王室 无成有终 对吧 就每个人都含有 美好的 本质 美好的本质 就是我们讲的 仁义离智 根于心 这美好的本质 但是都包含起来了 没有办法发露出来 就好像种子啊 虽然 整棵树都在这个种子里面 可是 他如果没有发芽的话 他永远都是一棵种子 他不会成为一棵树 他也不会开花 他也不会结果 同样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仁义理智啊 都有佛性嘛 人人皆有佛性 都有良知良能 但是呢 含在里面 没有发露出来 所以说 因虽有美 但是寒之啊 虽然有美德啊 可是寒在里面啊 没有把它 花扬光大 很可惜的啊 所以 以从王室啊 要怎么样 才可以把这个 这个美德啊 把它发露出来 良知良能 给它启发出来 或从 以从王室 要从王室 简单说王室就是要行功了愿的意思 要去行功了愿 你也许没有这么大德 牺牲奉献 但是 我跟着人家去做嘛 从王室 就是跟从 别人做 我跟班嘛 这叫住嘛 住道嘛 所以打帮住道嘛 我来住道 我没有能力办道 我有能力住道吧 我没有能力做什么功德 我有能力随喜嘛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一直讲啊 随喜功德第一啊 我们说 哇 你功德好大啊 怎么会 随喜怎么会第一 随喜最简单的啊 什么叫随喜 就是 就是人家在行功了愿的时候 我们去帮个忙 或者我们帮不上忙 我们 哇 好高兴 好欢喜 不是好嫉妒啊 不是说一些闲言闲语啊 而是好开心的 哇 有人 我做不到 有人做到了 我没有能力 有人有能力 高兴得不得了 这叫随喜 这个是功德第一 因为这种随喜是 才会造成那种 那种好的风俗嘛 对不对 如果说 少数人表现很好 多数人在旁边 很嫉妒 然后讲一些闲言闲语 冷言冷语的 哇 那 那 那就 那这个道风 就非常的差了 所以说 这是叫随喜功德 这随喜功德呢 就是从王室啊 福感成也 我不敢说 就算我做成了什么事 我也说 就算真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但是 你也认为自己是随喜 比方说像后学到台中来 到石刚来开 开道半道 那我是我来开荒的吗 不是啊 我们是随着先佛菩萨来的 随着师尊师母无形的 这些先佛神圣要来这里开荒 我们有这个因缘来了 都是随喜啊 都是随着办的 我们有什么能力 上天要办才办得起来 你要有这种明确的认识啊 自己有什么能力呢 都是上天来办的 所以说 以从方式啊 福感成也 绝对不能说是我的成就啊 是我成就这件事情的 我不敢啊 我哪里敢 敢说这是我成就的呢 我们都是 都是这个 沾的天恩施德啊 我们有什么能力呢 我们常讲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多难啊 那不是一大堆的先佛菩萨 导庄下世 满天星斗皆下世 五方列仙下天宫啊 我们凭我们的能力 讲几句话 点个道 传个三宝 可以让众生 从杀生害命到亲口如树 从自私自利到牺牲奉献 绝对不可能的啦 绝对不可能啦 就有福感成也 绝对不敢说 哇 我有所成就 这样子呢 就是这种态度 行功了愿 不敢鞠躬 行功了愿而不敢鞠躬 这时候呢 就会把你的这个 发扬出来 寒章可真啊 或从王室以光大也 就可以发扬出来 所以我们道行半道人很多 但是不要贪功啊 不要鞠躬 行功不鞠躬 就可以 你就对了 走对路了 所以为什么 地道也 七道也 臣道也 因为地就是七 天为夫 天为君 地为七 为七为臣 不敢为主 不敢为主 所以说七道也 臣道也 地道无臣 而代有众业 就像七子 要把功劳都推给先生 大臣 要把功劳都推给国王 推给君王 那同样呢 先生也要把功劳都推恩于上 君王也要把功劳都推恩于天 所以这是一种推恩的一种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 行功而推恩 对 这个讲 行功推恩 行功 加上推恩 那你的天性 就会慢慢开发出来 这个美德 就会被启发出来 所以说 地道无成 而代有终也 地道 如果你坚守这个立场的话 你就算自己 这一生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呢 你后代子孙 代代都可以延续不绝 代代都可以延续不绝 叫代有终也 所以只有这种心态 就算我们办到 我们不要谈后代子孙 我们的后学 要能够相继不绝 我们在前面带领的人 就要有这种精神 行功推恩 这个才可以传得下去 这才传下去 其实不能说鞠躬的 抢躬 真功为过 不行了 不能说真功忘恩 真功又忘恩 那就算你功劳再大 你做的事情再多 度的人再大 再多 道场办的再大 最后呢 没有好的结果 最后就会崩盘掉 所以要无成 不能追求自己的成就 只管做 不追求成就 这样才可以代有终也 才可以延续不绝 这是第三根谣 再来看第四根谣 挂囊无咎无欲 看我们空老夫子怎么解释 天地变化 草木凡 天地壁 闲人瘾 一月挂囊无咎无欲 盖言锦也 天地变化 天地也有变化的时候 也有阴盛阳衰之死 阴盛阳衰的时候 所以帮无道 帮无道则隐 所以帮无道的时候 国家无道的时候 天地变化 阴盛阳衰 那这个时候草木凡 天地弊 闲人瘾 然后草木有繁殖 就是好像都是丛林 丛林和野兽 比较草木凡 充满了丛林 但我们现在不是丛林 也叫都市丛林 都市丛林 禽兽横行 是不是这样 禽兽横行 都市丛林 甚至禽兽不如 禽兽还是我们讲说 虎毒不食子 同类不相残 但这禽兽不如 是同类相残 父子相食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草木凡 然后天地弊 闲人瘾 所以天地封闭 闲人就隐居起来 一约挂囊无咎无语 盖岩 井也 代表一个人的谨慎小心 这个在台湾不是 台湾现在有传道 就不同 现在台湾是天吹地感在传道的 但是有些地方就不同 比方说像中国大陆 那个就要小心一点 要谨慎 要谨言慎行 今天才有 有道卿 道卿跑来跟后学讲说 哇 他们在沿海 前一阵才讲说 他们在沿海 这个半道好红展 家庭佛堂开了两百多间 今天又跑来讲说 收了两百多间 但是 这种天地变化的情况 要小心谨慎 你不能敲锣打鼓的 你办得快 收得也快 受考 而且你 你这个打草惊蛇之后 更难办 还害了其他单位都很难办 我还不晓得这么厉害 办了 开了几百间佛堂 在大陆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就 时候未到 它这个地方就还是属于 这个天地必闲人隐的时候 道场中 贤德之人很多的 像后学的道场 在大陆上有留下来 那个老根都还在办道 非常的隐蔽 连后学都接触不到 透过好几重的关系 才可以接触得到 但是有没有在办道 有啊 还是在办 但非常的隐秘 你谁都不知道 非常的隐秘 要跟他们接上一线很困难 但是他们要的只有一个东西 也不要钱 也不要人 都不缺 他们都已经可以自己独立了 从这个师母迁台以后 他们就没有停止过再办 要的是什么知道吗 天命 就知道了 就知道说 根本延续不绝 那就是需要的只是点道的 点道的点船师而已 也不是我们台湾派去的 要由他们那边去 这个 去 举贤良方证 尤其这个厉害了 要在那种地方 然后去偷偷的办 还要跟这些 这个各方的势力周旋应对 谁都不知道他们在办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挂囊无咎无欲啊 盖眼井也啊 要谨慎 但是 相反的 如果在我们 这种 民主开放的社会 大道普传的社会 如果也挂囊的话 那就不对了 那就是自私自利了 那就是独善其身了 那就错了 在台湾是一个 奸善天下的因缘 在大陆呢 那你就要独善其身 就算要奸善天下 也不能奸善天下 也是要小心谨慎的 探出你的触角 所以要谨慎 盖眼井也 好 第五根由 黄长元吉 黄长元吉 黄袍加身 黄长元吉 君子黄中通理 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 而畅于是之 发于是业 美之至也 黄中通理啊 法轮长转啊 找到这个黄中了 黄在中业 叫黄中 那东西南北都是什么 青白赤黑啊 西边属白 东边属 这个 东边属青 青木 火赤 青木赤火白金 黑水 黄土 物己中央土 所以在中间 叫黄中 这个黄中 是通理天的 其他都是通气天的 其他通气天 向天的 只有黄中 是通理的 通真理的 无极理天 要从这里通啊 黄在中 又从这里通 通天窍 又从这里通 所以这是我们的正位啊 心的正位 就在这里 其他都是偏位 心要放在正位上 眼睛要放在什么 眼翘上 耳朵 眼睛能不能放在耳朵 不行了 就听不到了 再好了 眼睛放错位置 就看不到了 对 耳朵也不能放在鼻子啊 所以都要放对位置啊 边翘 有边翘的位置 正位 那都是偏位啊 不是正位 心要放在正位 就像眼睛要放在眼眶一样 心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心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正位居体 黄中通理 叫美在其中啊 这个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啊 就在这个中 美在其中 这个中窍 黄中就是中窍 所以你一旦守中窍以后呢 你就黄袍加身 你就黄袍加身 你就法衣遮体 你就得到什么浩然正气 先佛菩萨的一个无形的父词 叫黄中通理 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啊 所以最美好的东西在哪里 就在这里 不在外面 就在这里 而畅于世之 发于世业 美之志也 它不只是 你的心灵的一个守护神 不是说你心灵回到这里 回到这个正位就好了 而且呢 你只要守到这里以后呢 你四肢通畅 这个四肢百害 五脏六股 全部通畅 就身体来讲 甚至会发展到你的事业 不管是凡业还是道业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这个 这个无限的发展 叫发育事业 然后四肢百害都能够通畅 畅达 这个四肢是 里面包挂了五脏六腑 四肢百害 每一块骨头 全部都可以通畅 它是简单的写说叫四肢 畅于四肢 所以你要身体健康 四叶红窄 不管是 道业还是凡业红窄 然后身体健康 那就要怎么样 要能够 美在其中 要知道最美好的东西就在这里了 要能够守护不思 像今天才有一位道卿 他来参加 他来参加后学这边 礼拜一早上的三宝修持班 他是 他事实上他是 一个医术很好的医生 一天 要看诊 至少也要七八十位 那就表示他们生意很好了 七八十位 那两个医生轮流 然后他不管多忙 他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三宝修持班 为什么呢 他今天就来讲 他说啊 他因为已经离开一段时间没有来 以前有来 也就是来放松一下 充电一下 但最近他感受很深 他说 他以前在进入医学院的时候 就知道 说医生啊 平均寿命啊 要比正常人少十岁以上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 不晓得啊 学医的就知道 在座有没有医生啊 要少十岁以上 虽然赚的钱多啊 但要少十岁以上 而且呢 你看哪一科的最后就会死在哪一科 你看大肠癌的就死在大肠癌 你看脑科就死在脑科 就是他觉得很可怕 但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现在也不老了 他才三十几岁而已 然后就很担心啊 就随着这个看诊 因为觉得看诊好累啊 一天看七八十个 看两三个就觉得很累了 看到五六十个 人都快晕倒了 累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不只是工作啊 但因为面对这病人 这病人都有病气 有阴气的啊 就传到他身上来啊 就哇 全身不舒服 所以当医生很辛苦的 不要以为他们赚钱赚得多啊 那是玩命的 很辛苦的 然后他就是 后来上个月他就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医生有所谓的 身体年龄的一个检测 我们实际年 不要说我实际年龄是五十八岁 但是我可以检测我的身体年龄 用医学仪器来检验 也许我的身体年龄是四十五岁 也许我的身体年龄已经七十岁了 那因为他知道医生会比平常人 减少十岁以上嘛 所以他是测试自己的身体年龄 这个专有名字叫体龄 年龄和体龄不同啊 他根据很多数据来测 结果他年龄是三十七岁 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半 但是他体龄已经四十岁了 他想哇 那我已经多了三四岁了 我身体已经衰老了 比我十几年龄衰老三四岁 我再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我可能真的算一算啊 可能真的会少十岁以上啊 消耗过度嘛 他们这个不错很科学 然后他就很紧张了 他就开始了 每天早上 因为家里有佛堂嘛 每天早上 献完香 看佛灯用三宝 他就觉得看佛灯 那个佛光能量大量的涌入 但他也没有时间啊 因为他每天要看诊这么多人啊 他每天大概修二十分钟以内 修持二十分钟 修持二十分钟 修持三宝 然后下班回来再修持二十分钟 哇 好像没看过怎样 一点都不劳累 真的是什么叫畅于四肢啊 身体非常的通胀 好像没看过怎样 一点都不疲惫 然后呢 然后这种负面情绪都不见了 而且他发现他的欲望啊 减轻了 他以前啊 因为他们学医的人就是这样 我很累没有关系 我很辛苦 但是呢 我人生追求的就是豪宅名车 他说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对豪宅名车没兴趣了 他说最好的东西就是三宝啦 说三宝可以让自己身心都可以迅速的调整到最佳状态 我有三宝就好了 我要那个干什么呢 真的是什么 真的他体会到什么叫美在其中啊 最美好的东西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啊 让我这么快乐 让我夫妻的感情这么调解 他太太也觉得他变了一个人了 本来夫妻俩啊 一天到晚在吵架的 因为心情不好 你当医生一天要看诊 要看诊少的话 那比较他生意不好啊 看诊多 哇又烦躁得不得了 尤其是私人诊所啊 还要有很好的医疗品质啊 你不是像公家机关 你医生可以很不高兴啊 可以摆烂啊 私人诊所还不能不高兴 不高兴病人下次不来 所以 病人少也烦恼 病人多也烦恼 然后 他说现在 哇他觉得 完全不羡慕那些了 觉得自己有三宝就好了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什么 他才修了两个礼拜而已啊 又去做体灵检测 两个礼拜啊 他现在体灵是什么 他本来不是40岁吗 他体灵是32岁 两个礼拜年轻了8岁 你看差多少 两个礼拜又年轻了8岁 这不是畅于四肢吗 四肢百害都打通啊 这不是畅于四肢吗 所以说 而且发于四肢 他说 他现在那个病人啊 一进来 因为他把自己调理得很好嘛 那病人说 张医师 我怎么一看到你病就好了一半 看到他病就好了一半 所以那种 对于他的事业的发展啊 也是正面的 也是正面的影响 病人看到他病就好了一半 然后他开的药 他说那个他另外一个合伙的伙伴嘛 也是他的学弟 比方说他看上午他就看下午 或者他看今天呢 他对方就看 因为两个医生轮职 他说 就有病人 本来挂他的 这个 这个合伙医师的 另外一位医生的号啊 后来跑过来挂他 挂他的号 然后就抱怨啊 说那个医生 我开那个药要毒死我 是不是 越是越严重啊 有感冒嘛 越是越严重 他听了 哎呦真的啊 他又把那个药单拿来看 发现我开的药跟他一样 一样 但是呢 他开的药 同样的药 那个病人吃的 哇 说 医生你真是太高明了 我根本药才吃的没有两天 我病就好了 我看到你就好了一半 药一吃下去就完全好了 还没吃完就好了 这真的是什么叫做 藏于自知 发于事业啊 美之自也啊 两个礼拜就改变了 但是他持之以恒啊 每天都这样羞耻 今天跑来佛堂做见证 所以我们道心本来都是 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一听到他这样子就 哇 回家都赶快修 特别认真啊 所以像他们这些来做见证很好 尤其是医生啊 他们很专业的 对于身体的了解 尤其他们这个事业 医疗的事业 人事都有 不像一般的事业 他坚持到病人 医病的关系 怎么样把那个病气啊 化作盗气 那医院里面有盗气 哇 这个就是要靠你这个了 没在其中 不过他是每天 持之以恒的羞耻 而且很认真的羞耻 所以 这个招数 末后一早 我们到今有没有 都有啊 但我们以为说 那是修行 事业归事业 家庭归家庭 身体健康归身体健康 在这边在《易经》的 这个昆卦的第五窑啊 把这三者把绑在一起了 从内心到身体到事业 三合为 三者合为一体 那梅嘎就在这个黄中 这个忠俏 要从这边下走 你守不住忠俏 你就要加上无智真经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这个 这个扣守合同 无影三前对合同 一定要到那个 畅于事之 发于事业 发现自己人缘好了 运气好了 发现自己身体变健康了 最好去做一个体灵检测 看有没有年轻的八岁 两个礼拜就年轻八岁 他两个礼拜以后来 我看他变二十岁了 再两个礼拜以后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得宝不知宝 非常可惜 所以从每在其中 到每之至也 到每到了极点 而且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就黄中通理 在易经在几千年前 就透露给我们这个讯息 而且我们就传道就传这个 以前古代都讲黄中 大家都不晓得 易经里面讲这个黄中 大家都不晓得什么意思 现在知道了 我们传道就传这个黄中 大家只知道是 和图 最多只有追到和图 落书里面的这个黄中 因为找到这个呢 和图就开始转 五行相生 那个轴心嘛 轮子要转 要靠这个轴心 那轴心一转了五行相生 仁义理智信 五常德都未具足 但是这个地方 到底在哪里不知道 密传的 连孔子传给征子 都是要叫到房间里面来 圣夫无道一以贯之 孟子也有得到这个传承 所以孟子说什么 福道为一而已 就是这个一 万法归一 就是这个一 不恶法门 所以叫一 不落两端 所以叫一 为经为一 允职倔中 就是这个黄中通理 传道又传这个 但是后学讲了很多年 大家都不当一回事 到时这个张医师 他真正身体力行 所以他比我还有说服力 大家会觉得 点完生日 真的是你自己的私房菜吧 你用三宝才有效 还有人说 明是一指超声聊死 只有郭明毅可以说 你们都不能说的 他说了有效 你说了没效 没这回事 这个张医师普普通通的 一位年轻人 他身体力行的去修持 他就可以产生这个 发于事业 畅于事之 这样子一个塑效出来 而且很迅速的又完成 所以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就是这个黄中通理 而且已经传给你了 要受用 要受用 因宜于阳必战 这个讲最后一根谣 这个 最后一根谣是这个 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所以 天龙和地龙交战 因宜于阳必战 为其咸于无阳野 故称龙焉 这叫天龙和地龙 因就是地龙 阳就是天龙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朝野相争 对不对 什么叫朝野恶斗 对不对 再朝的就是天龙 再野的就是什么 地龙 社会现象这样 朝野恶斗 父子相争 夫妻反目 对不对 就是天龙和地龙相争 连在道场里面都要后学跟前贤争 道卿跟典传师争 典传师还可以跟前人争 所以这个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天龙与地龙相争 为什么呢 因疑于阳 这个因怀疑阳 对阳不信任 就好像太太不信任先生 再也不信任在朝 当然不信任 那就是在朝 就哎呀 什么无能 以前讲这个 陈水扁 陈水扁在朝的时候说 贪污腐败 现在马英九在朝就是什么 无能 然后 所以要么就贪污 要么就无能 所以这都是怀疑他 阴疑于阳 所以必战 那先生 太太也会怀疑先生 然后小孩子也不信任父母 学生也不信任师长 是不是这样 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后学也不信任前贤 道场里面也是这个样 前贤就是天 后学就是地 后学不信任前贤 所以这叫因疑于阳 必战 那就会产生战争 斗争 斗争坚固 为其咸鱼无阳也 因为 因为他怀疑 咸的意思就是怀疑 咸鱼无阳也 怀疑他 不是真正的阳刚 不是真正的正气 怀疑 所以 我能做话吗 要换我来做做看 所以什么 大家要争个做主 简单的说 其实就要争个做主 夫妻之间也要跟谁做主 对不对 大家都要做主 家有牵口 主事者一人 主事者要一人 但是大家都要争这个做主 家庭里面要争做主 朝廷也要争做主 到场也要争做主 大家都要争的做主 这就是所谓的 咸鱼无阳也 故称龙烟 由未离其类也 故称血烟 所以大家就要争 谁是龙 谁才是龙 谁才是领袖 故称龙烟 由未离其类也 但事实上都是同类 天龙也好 地龙也好 都是同类 都是人类嘛 都是同类 故称血烟 所以都是 流着一样的血 叫故称血烟 那一旦争以后 就会流血 服务玄皇者 玄皇者天地之杂也 天玄而地皇 为什么说起血玄皇呢 因为天也流血 地也流血 天玄地皇 所以起血玄皇 这个血又有黑色 也有黄色的 天的血是黑色的 地的血是黄色 它是这样形容 因为天是黑色 地是黄色的 你看天往上看 就是黑的 那太空就一变漆黑 那大地就是黄土 就是一块黄土 所以说天玄而地皇 叫天地交杂 意思就是说受伤流血 两败俱伤的意思 这种争的结果 我们一般来讲说 我争个是非 争个对错 争个输赢 其实最后都是输家 为什么都受伤流血 不管你是夫妻相争 朝野恶斗 还是亲子不和 最后都是受伤流血 两败俱伤 没有谁赢的 没有谁战胜的 全部都是输家 所以叫做起血玄皇 结论就是流血 受伤流血 没有第二个结果 全部都受伤流血 受伤流血 你就怎么样 元气大伤了 这个血是很重要 血流掉以后 能量都随着血流失而去 那这个讲的天玄地皇 讲的还不是身体的血 他讲的是无形的这个血 任何一个团体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一旦攻击受伤以后 那个无形的 你看不到那个玄皇之血 这叫玄皇之血 就流出来了 一个人如果失血过多 会怎么样 没有元气 对不对 失血过多 没有元气的 一个家庭 失血过多 也就怎么样 没有福气 一个家庭 失血过多 一天到晚斗争 就没有福气 就像人 失血过多 没有元气 没有利气 我们说元气很抽象 没有利气 没开来 喊嘛 走不去 我们会来 这是什么好笑的 点燃室大家也不知道这个 因为点燃室不看电视 那个电视广告 干嘛 照威气 所以你们笑 就表示在家里看电视 才会那么好笑 不过我也看电视 所以 玄皇之血 对不对 流出来又没有利气了 这个我们了解 我们不会让自己 失血过多 但是你会让你的家庭 失血过多 所以你家里面就没有福气 没有财气 没有福气 你就没有财气 越吵越穷 有没有听说过 越吵越穷 贫穷都是吵出来的 然后呢 社会一天到晚 草野恶斗 对不对 没有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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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怎么样 就会经济恐慌 我们讲说和气 生财 对不对 社会如果没有和气 所以现在你看 大家都赚不到钱 就是没有和气 斗 一天到晚斗 没有和气 道场里面 争斗的话会怎么样 没有道气 没有正气 没有灵气 那就完了 一个道场没有道气 还叫道场 所以很可怕的事情 不管你赢还是输 最后都是怎么样 失去 刚才讲的 失去什么 利器 福气 财气 和气 最后失去道气 而且很具体的 像血一样流出来 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 在人世间 一定要避免 用争斗来解决问题 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你有很多方法 可以解决问题的 你最好 最高明的就是 皇宗通理正位居体 还有你行功了愿 不居功 推恩 功劳都是别人的 对不对 这多好的办法 甚至你挂囊无咎无欲 你谨言圣情 少说话 起码无功 也不会有过 起码不会有过 起码不会搞到说 起码还可以守得住 守得住那点元气 不会连那点元气 都因为斗争而失去了 或者说你职方大 恭敬 牺牲奉献 那以敬意利而得不孤 这个都是解决的办法 为什么要用斗争的方式 来解决呢 所以我们人 夫妻之间 一天到晚斗争 亲子之间 同事之间 朝夜之间 无所不斗 甚至把这种斗争的习记 还带到道场里边来了 这个习记 非但我们没有去 我们应该去影响社会 修道人应该越修 像刚才讲的那个 现在他太太一抱怨 他就回光返照 就开始真经就自动念起来 你念你的 我念我的 就化掉了 自然 那种夫妻之间的 那种争斗就化掉了 太太抱怨完了以后 先生就 没有情绪 没有受到影响 太太就开始觉得 哎呀 你怎么改变那么大 自己都不好意思 要是你一句 我一句 越吵越凶 互相伤害 那还得了 那家里边 就福气都没有了 把福气都吵光了 他说他们以前吵 整天吵架的时候 哇 他去投资股票 什么都赔 一赔就赔几百万的 根本赚的钱都守不住 可以赚得到 一年可以赚得到几百万 但一年也可以赔个几百万 为什么 争吵 失血 所以我们常讲说大失血 这很具体的 我们说一个人 钱流失掉叫失血 就是这个样 社会也在失血 道场也在失血 家庭也在失血 自己也在失血 这就是争斗 所以千万要避免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天龙与地龙交战 玄黄之血流个不停 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上 常有的现象 照理说人类的聪明才智 科技已经发达 医学什么都发达到 这个极致了 应该可以 如果大家相亲相爱的话 应该可以活得非常幸福快乐的 但是呢 就斗 斗到最后呢 所有的血气都流光了 这是最大的悲剧 所以要提醒大家 这个昆卦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能在这个大地上成长 接受这个大地的保护 长养 我们要秀华这个大地的精神 大地的母亲 他是这样子的宽 这样子的这个慈悲为怀 无所不包 然后这样子的无为无争 什么功劳都推给别人 只有牺牲奉献 没有真功的 然后碰到任何的斗争啊 等等的 我通通都能够原谅 用原谅来化解 然后自己呢 时时刻刻呢 都要像这个土 养物极中央土 要守这个土 守住这个物极中央土 这个中央土你要守住了 所以云雷震开物极土 已经给你开窍了 这木极土已经打开了 这叫天朗 这个在道家 有个专有名词叫天朗 朗就是土啊 就只有这块土是通天的 其他的土都是 都是让你沉到地底下去 只有这块土是通天的 这个天朗 又是地又是天 天人合一的管道又在这里 黄中通地 这一收回来 哇 身体也健康了 心里也快乐了 也有智慧了 然后事业也通达了 道业也通达了 多好啊 何必去斗呢 何必去争呢 何必去吵闹呢 好 这样子后学就讲到这里 留一点时间 给我们领导点事来收缘 一方面后学也要回家收拾一下 要回台北去了 好 谢谢大家